會不會辭家啦 都一定會知道 好 再看一下 這女孩子能不能取她准 沒錯 是 飯碗不留力 這個當然的嘛 一定要 吃飯一定要吃乾乾淨淨 其實不好吃 怎麼樣 你一定要吃乾淨 表示這女孩子 除了吃飯之外 其他各方面都是很節儉 不會浪費 很做家的 是 好 再下去呢 這個 我想想 這個其實現代 這幾個有時候是古代的 但是有的現代也可以 這也是什麼呢 站或者立 站著或者坐著的 不要把腳外八字 女孩子有啊 站著就是這樣站 坐著就開開的 走路外八字這樣走 這種女孩子很豪爽 很豪放 沒錯 當然表示她個性 比較沒有家教 沒有教養 然後呢 可能呢 男女之間會比較太隨便了一點 那這種女孩子怎麼能取嘛 對不對 真的 我們要取她准 沒錯 走路一定不能這樣子的 外八字這樣走的 好 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真的是古代才有 現代沒有 古代呢 因為在那個時代的狀況不同 是什麼呢 穿衣不露肚臍 唉唷 現在多流行 我跟你講這是古代 因為古代的話 露那個馬甲線有沒有 對 不過在古代衣服要穿整齊 你走路由於夏天 風吹一吹 肚臍竟然跑出來了 這個女孩子一定表示她不莊重 或者比較不注意自己的 身上的細節 所以這種女孩子就不能夠嫁了 不能夠娶了 所以要這個 噗噗噗噗噗的 這樣子的話才能夠取她准美 重步 好 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來講二跟四 我覺得都還是可以適用 真的 二跟四應該現在來講還是可以 來 好 謝謝老師 來 我們接下來進入廣告 回來之後 蘇立師要告訴我們 如何來寫婚前協議 可以保障自己的權益 很重要 來 好香感情 好 來 來… 現在雖然歐臨14年 但是很多問題還是… 來 問一下文婉 圈內有那個女明星 嫁了之後才發現 還是八人大叫 敲鑼打鼓地嫁進去 但是才發現婚姻路很難走 很難 我們最近就是我們的好朋友潘潘 是 其實我們知道就是說 她大概這一年多來 就是尋遍很多的名醫 調身體 就是要生寶寶 可是一直沒有消息 但是讓大家比較驚訝的是 居然冒出這樣的新聞 說其實他們還沒有登記 大家還記得嗎 其實大概快兩年前 寶島時代村 那個大型的婚禮 簡直是真的 應該是講說 非常非常不同形式的 就是寶島時代村 就是那個遊樂區 開幕的同時 也是他們結婚的當天 就是很多的官員也都到了 那就搞老半天 因為台灣的法律律師在 就採登記制 所以他就為什麼潘潘 你為什麼不接受 所以有請客喝喜酒也不過數 當然不作數 因為台灣是採登 以前的時代是說 以前是公開期間就算了 你開始 這座賓客就算結婚了 現在沒有了 你開一千度也沒算了 你一定要登記 然後因為這個狀態 大家就說 因為我們剛剛比較有提到 生小孩的問題 因為潘潘也389 因為小孩的事情 其實有點拉警報很急 然後你看了那麼多醫生 調那麼多聲你都不行 那一般人就說我坐試管 然後就扯到了所謂的 因為不能坐試管 是因為沒有登記 其實也是法令 也是規定 沒有合法的夫妻關係 是不行的 然後大家就說 那為什麼不登記咧 好 現在就是有一個說法 就是卡在這個 就是江先生 他現在的先生 江青良他的前妻 一直中間有就是說 透過女兒來告訴爸爸 就說希望兩個夫妻可以複合 然後一直在中間 就是有一些狀況 那變成說他跟 就是潘潘跟江青良先生的這個 登記的這個所謂 該登記的事情一直卡在那邊 有一個說法 簡單說就是前妻哽在中間這樣子 那潘潘也講說 其實這個過程裡面他有 就是陸陸續講了三次啦 就是我們去登記 我們去登記 然後呢 其實江先生就說 忙忙忙 再說再說 就是拒絕了他三次 然後呢 潘潘想說 因為這個事情後來浮出來了嘛 潘潘有下通牒 就說這個月的18號 你就是要跟我去登記 然後不然呢 我們就看是不是要分了 或怎麼樣 因為也不能卡在那裡 然後所以現在其實看不懂 到底會不會登記不知道 然後可是呢 你說18號感覺說 我就是最後通牒啦 還有四天喔 4月18嘛對不對 對 可是等一下 潘潘呢 感覺說 那我也要叼他一下 因為他拒絕我三次啊 可是你知道還有一個淡書 那也有可能是另外一個日子 那就是6月底 那我們結婚兩週年的時候 也是我39歲生日 我們那一天來辦登記 有淡書就是很危險的事 就感覺女生有沒有 我跟你說喔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怎麼樣喔 你不可以給我偷吃飯 我就怎麼樣 結果後來你發現 好吧 我原諒你一次 那就可能就會有 你懂我意思嗎 就會有兩次 三次 就是無窮無盡的 所以現在我看到這個 這個新聞的寫法 因為我們都好姐妹 這麼久了 其實會很擔心的 真的 你說前面 也付出這麼多 對 他完全退出演藝圈 長期待在 我大概上個月 有跟潘潘一起上 另外一個友台 另外一個節目 他那時候不是上個月了 就是靠近元宵節 他為了南投 南投那邊有辦一個燈會 好像跟寶島實在合作 他就是那個親善大使 出來就是宣傳 那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那時候有 就是很祝福他 然後甚至 我們這個演藝圈有謠傳一句話 有流傳一句話 就是說潘潘覺得 他現在什麼都 就是最不缺的就是錢 記不記得 最不缺的就是錢 他說其實沒有 這句話很誇張 他說其實寶島實在村 裡面的員工很多 要養很多人 那也沒有 也沒有那時候想像的 那麼經營的 那麼 就是大家講說錢很多 然後我聽他在講的時候 我覺得他壓力很大 他說其實他們要做 很多周邊的 很多公司 然後用周邊賺的錢 來補這個地方 然後他有時候要幫 這個江先生 可能安大一些 比方社交的工作 甚至要打一些 什麼交際麻將等等 那因為有些人 聽他出來有沒有 會來找江先生 說以前我們都在哪裡 沒有稍微安插一下 就這種煩煩雜雜事情很多 就剛剛那個靖淳姐 還有篤玲哥提到就是說 其實這些東西 他付出這麼多 可是如果到最後還是那種 就是沒有一個結論 其實會覺得很不捨 如果在古代 你鼻子摸一摸 就當老二 就過去了 但是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他說聽說他婆婆也是很急 甚至還自己跑到 那個護政事務所要逼他們說 你來登記來登記 他媽是這樣講 可是現在就卡在那兒 法律不一樣了 對啦 好啦 希望他早點解決囉 我們馬上從星座也來看看 文藥老師告訴大家 各星座的女人 在挑另一半的眼光有多好 好 看了很多案例之後發現 女人挑另外一半眼光很重要 我們有看 眼光高達90分 跟眼光高達10分 命運就大不同 首先呢 太陽金星摩羯金牛的眼光呢 是很好的90分 原因是他都挑的都是單純負責認真男 他在意的都是比較單一的 比如說他很孝順父母 或者是這個男的有穩定工作 或是這個男的很愛狗 或是這個男的很渴望成家 或是這個男的沒有不良嗜好 那因為他要求的部分呢 不會那麼高標準 然後要求比較低 而且是單一取向 他喜歡負責任跟認真的 所以不會差到哪裡去 也許在別人看來 這個男的就不浪漫什麼很多的缺點 但是最起碼他主軸是基本是好的 就是認真負責又很踏實的男人 80分呢 太陽金星天蠍處女也算滿會挑的 他挑的都是經濟能力穩固的 那優點就是他不一定要大富大貴 他要兩個人吃得飽 有點小盈餘就可以 就是這個收入是有未來的 然後這個收入是長期的 所以對方家財萬貫對他來講不重要 重要是每個月的那個收入 是不是可以讓他符合他的期待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天蠍跟處女遇到的男人 也不會差到哪裡去喔 70分就開始有點危險囉 太陽金星水平雙子的女生呢 挑對象的原則就是相處容易 而且是要健談的 他最討厭的就是那種悶包 一句話都不講 講10句話好像石頭丟到水裡 沒有回應的 那他會到70分是因為呢 他找的是相處容易的 所以他一定會先相處 不會很盲目 什麼網友啊 筆友就結婚 甚至於呢相處他會住在一段時間 會看對方的細節 看看對方對服務生的態度 對父母的態度 情緒不好的態度 面對老闆跟工作的態度 所以這些細節都是水瓶雙子在意的 他要相處起來很自然 沒有壓力 而且呢這兩個星座平常看起來 可能在感情上出線條 其實他懂得趨吉避休 就是看到有點暴力傾向 立刻就跑的那種 那看到這個男的還不錯 就會兩個相處融洽 所以基本上來講 也可以找到還OK的男人 50分就危險囉 太陽金星巨蝦天品的女生呢 他們呢都會找到 耐心疼愛又貼心的 危險的地方就是通常 耐心疼愛的貼心 在婚後會完全消失 他的耐心可能會用完 那他的貼心送早餐 因為住在一起 就不用送早餐了嘛 那疼愛的定義很廣泛 送玫瑰花可能也是疼愛 那婚後可能就沒有 所以比較容易遇到 比較花巧的男生 30分更麻煩了 太陽金星牡羊射手的女生呢 他喜歡外向陽光幽默男 簡單來講就是不安於世 而且他喜歡的這種男生 也是大部分女生喜歡的男生 所以他外向又幽默 所以會有女生主動倒貼 危險指數增加 10分呢 太陽金星在雙魚獅子 麻煩了 他只要帥哥就可以 但是帥哥不是窮 就是有怪脾氣 就是難伺候 所以他也常常遇到 虛有其表的帥哥 那什麼星座的女生 會喜歡那種 為了理想報復 常常去抗議男 有…像雙魚跟獅子 特別崇拜各方面領導的領袖 他覺得那種感覺非常的棒 足不知他回家 也是在領導你 對不對 也是在指揮你 也不好 所以那種去抗議的 去學運的那種特別迷人 這常常就會喜愛 對…他們就特別愛了 來 先進廣告馬上回來 來…我們趕快問一下蘇律師 你建議要如何避免 夫妻間撕破臉的狀況 那當然要避免撕破臉 那就是婚前協議要寫清楚 對 其實婚前協議 它有兩個層的意義 一個是如果你能寫得下來的話 當然當作一個婚後的保障 但如果寫不下來的時候 你就要判...